Holy shit 嘿各位!嗨早安!嗨720s 我們今天來...這不是東京 對我們今天來大阪 因為大阪今天有一個第一次聽說存在的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已經厲害到我直接從東京殺過來 今天是那個連假 所以我就來了 哈囉!好久不見 所以他從台灣殺來 然後又跟我從東京一起殺來大阪 就為了看今天這活動 沒錯你們看到標題了 一百多台超跑停在一起 然後又是大阪 我想說我們基本上沒在大阪拍過車子的活動 所以應該會看到很多台以前沒有看過的超跑 我已經看到那邊題牌了 話不多說我們一台來看 然後我們會帶到他們離場 所以我們可以挑幾台比較帥 看他們錄那種空彩什麼的 然後再去逛一些地下室跟車廂 話不多說走吧 OK我們現在來了 我本來想說先幫各位看完有什麼車 再跟各位去取重點 可是好多台喔你看 你看 我跟你講我們從最裡面開始走 慢慢走出來好了 我們先往裡面走 我們先往裡面走 這好帥喔 剛剛都出過那麼多台限量版的 真的會開出來的 應該就這個跟Big Glory 比較有可能出來 這也是限量版的你知道嗎 Urus Performante 媽咧這個東西台灣缺車缺到上天耶 這裡停三台 這樣實在人家可以炫耀說 你看我們我們都有你沒有這樣 這看紫色真的超噁的好亮喔 這有時候不知道照片拍不拍得出來 可是看起來真的很帥 而且我覺得 藍毛堅尼的顏色很多都是 你放在藍毛堅尼上很漂亮 你拿去其他身上就很醜喔 這一排小牛我就不特別的講 因為全部都是小牛 後面有一些我想帶各位去看的東西 我們直接跳過去好了 你知道隨著STO陸續交車啊 路上已經看不到Performante的身影了 全部都是STO 尤其今天 而且連610都升這幾台而已 剩下就EVO EVO TECHNICA STO Performante跟610耶 完了已經被淘汰了 麥阿倫這邊也是 675LT 然後全部全部都是760跟765 好扯喔 而且這邊的車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喔 你看金督牌我們這種東西 基本上在中間沒看過了 蕭光白的STO 蕭光白好漂亮喔 我自從BS之後 每次看到蕭光白都會覺得很漂亮 我以前對蕭光沒什麼太大的興趣 但是越看越覺得蕭光好像 有時候比亮光還要 還有那種質感在 這不是PV 可是我覺得它那邊都碳纖維了 為什麼那邊不也碳纖維 可能是怕石頭把它彈爆啊 你的BS的這全都碳嗎 對啦 比較好看就是你會覺得 一做就要做整體啊 沒有有有有有可以選 哇 錯賽抓到沒選配 我在猜它應該也是碳纖維材質啊 只是包起來了 所以沒有 那這就是羅碳這樣 照我剛剛研究很久 這台765LT 看起來跟這台怎麼差這麼多 後來才發現 因為它下面碳纖維 該是碳纖維的地方 把它把它貼白了 你看它這裡有沒有 應該是貼的啦 看這質感 但是你看它這裡是白色 啊這塊是碳纖維 看起來超750S 我想說怎麼快就開始交車了 沒有 它只是貼白而已 欸欸欸欸 這台Special也太帥了吧 它玫瑰電藍色 這我不會形容 但是你看它的拉線 灰 漸層 沒了 這裡就沒了 它中間的線也是跟側邊線是一樣的 顏色的 但是質感不一樣 我在猜這是原廠之後 後拉的 但是很帥耶 現在大家都要玩漸層 這有一台SV750 叮噹藍的 這顏色其實在國外蠻多台的耶 我看的應該也是五六台以上的 尤其是日本 橘色的 越來越很帥 SV已經越來越沒有人在開SV出門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開這個 SV借出來了 很帥耶 Joker塗裝 如果在日本我應該會說是浮影戰士 欸對 綠卡鉗綠線 然後這裡有一台 喔你看剛好開門 DAMM 你看它整個碳纖維門板 的 效光還有SVJ 然後那裡還有一台 那不是效光 那是啞光 不知道 我們去看一下 這八層是貼的啦 而且它旁邊改那個側塞 是改的嗎 再來就沒有 這個效光有點不知道 他們貼的 Samurai Design Factory 你是這種 後面有台Ultimate 它的內裝好酷喔 你看它的門板上面一堆歪 然後椅子上面跟後面都是歪 這選片很讚的 而且白框耶 白框超讚 旁邊停SVJ 後面有三台Ultimate 我們多去看一下好了 珍珠白 又是一個藍的 然後跟金色的780Ultimate 大阪大牛跟東京的感覺不一樣 東京的比較多是那種奇怪奇葩 那種爆炸選配 大阪就是那種就很特別的選配 但是大阪也有爆走大牛 我們只是今天沒看到幾台而已 因為可能不同群 但是之後如果有大阪爆走的活動 我一定會再回來 安妮甲不會來這種地方 安妮甲在東京啊 阿大阪也有大阪自己的群 這東京安妮甲他會來東京的大牛手續嗎 會 然後也蠻長他們會離開東京的 日本大牛還是要有點照地燈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有另外一個很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東京的很多 但是搞不好發動有 我們不知道而已啊 等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往回看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法拉利吧 剛剛那一排PSTAR過來 然後這裡全部都F8 還有一台消光藍的812 這是812的GTS 然後其實右邊有hypercut 只是我想說先把法拉利看完我們再過去看 這一排是屬於經典法拉利的地方 然後你看這裡16M430長篷 而且他改哈曼的框耶 你看這框 它是有點消光灰藍 你看 然後這一台那個612 Scalietti 然後我剛剛說那排PSTAR有沒有 這邊PSTAR一整排的 往左邊看有兩台TESTEROSA 512TR跟正TESTEROSA 我認真講了一定要那個框 說實在這才是經典 對我來講啦 這是經典設計 只是因為這台車的維護成本太高了 大家都買這個 要接著不用駕駛 512TR 然後這裡有一台那個550Barchetta 應該車行車啦 他是沒有貼那個車行的牌 但是我們去看一下屁股好了 哇你看這 哇這也好帥喔 欸這個超級限量超級貴 現在也漲翻了 這兩年翻了兩倍 512TR跟TESTEROSA 欸漂亮喔路到發動 812812 三台一起 一個開兩個關 欸是一個小孩子耶 好讚喔 我故意把這一片留到最後 我自己都還沒走過來 這是我第一次走過來看 我光用眼睛看我就已經不知道說什麼了 他把他的812扛 J50N軸拉法敞篷 藍色812扛 我傻眼我真的傻眼 你知道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今天會有什麼車 單字上面寫今天就100台Supercar 所以我以為不會有Hypercar等級的東西 但是各位 J50 這台就是東京來的啦 這台在Maggaway告我們有看過 日本限定版的車 全日本10台 你看啊那個J50標 從這邊看的到有沒有 唉唷藍內裝 這台真的漂亮 但是這個啦 這個我看到我才高潮吧 N軸欸 平常看到N軸根本就是南上加南 這比拉法還要少出來 然後今天就這樣停在這邊 這應該是關西的車 大阪近都這邊的車 這對我來講 看那台也沒看過我們走 尤其說實在的 我最近一直看到什麼 銀色黃色 終於有一台紅色的 然後網右 拉法敞篷 雖然是黃的 但是黃拉敞篷我也蠻少看到的 神護牌 就表示這台我們也 我們也沒拍過 這是我們第一次拍 關西拉法敞篷 台灣不是有一台紅色拉法 有啊有啊 黃拉敞篷 而且他開篷 所以可以看那個70週年標 欸網右 河812卡 奇葩藍 他的內裝跟他外觀是搭配的 你看那個藍 有沒有 他是幾皮淺藍色 然後外觀也是 我一開始遠遠看以為是貼的 結果看這個應該算是Tiffany 應該算是 對應該是Tiffany 謝謝你選擇顏色 讓我可以看到那麼屌的車 喜拿 白黃配色 黃色裡面 黃色線 黃色卡鉗 白內 他這個藍線配得很酷 應該是後貼的啦 他的質感看起來很像後貼 但是我覺得貼這樣蠻有想法的 我還蠻喜歡的 京都喜樣 哇 好爽喔 又收集到一台喜樣了 日本就這麼幾台而已 然後今天看到一台 我們沒有上過頻道了 我們在日本已經收集到四台了 藏篷的一台 然後硬頂的三台 所以恭喜 我們又看到一台喜樣了 京都牌的 我跟你講 京都其實隱藏了超多台 這種hypercar的 只是 因為京都比較多是那種 私人住宅 然後透天的 所以 車庫都在自己家 我們都看不到他開出來 不然其實超多京都牌的hypercar 這台Perfumante發表社 這右邊有一台 也是一台限量版的大牛 我們去看一下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藍寶堅尼原廠建成 而且算是藍寶堅尼第一次做建成社 日本50周年紀念車 法拉利50周年在那 藍寶堅尼50周年在那 藍寶堅尼50周年在這 這五台裡面呢我們看過 土 對這台是風 中間 對風 這一台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耶 這就真的算我見識淺薄了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這應該是貼模 但是因為看起來覺得是圓漆 那個以外你看它內裝 這可是什麼東西 它是有塗裝 不是塗裝 它有那種座話 畫作對 它側邊還有一個Lamborghini 這Lamborghini 不是這什麼東西 完了我要被打了 我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限量版 所以如果有廣大的觀眾可以跟我講一下 但它裡面有你看這個 對不起 MCS 你很帥 你探險會套件選很多 但是我直接被這台車吸引走了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它的內裝也太噁了吧 你看它是綠方向盤綠麂皮 綠內裝 但是它是什麼東西 難怪它會擺在這一排裡面 因為我想說怎麼會不會它 Evanado還是貼模 擺在這邊 結果不是 它是不知道什麼奇葩限量版 看再來瘋 瘋的屁股是白的 奇樣的屁股 永遠怎麼看都是這麼噁 你知道嗎 好誇張喔 再來裸碳的成分超高的 你看這邊 它整個是裸碳下來的 有沒有 一錄到這 這裡都裸碳 你看它內裝上面還有六三字樣 白色點最紅紅線 好帥喔 它罵胖胖拉髮是要發動的是不是 好像沒有 好像就是開門而已 然後還可以順便看一下N軸的內裝 我跟你講 一切都要感謝五倍鏡 太棒了 這樣才看得到內裝 這不是第三片 這是反光 它超帥 在這裝上超好的 哎呦我傻眼 它直接給我打開引擎蓋 幹 好帥喔 看它那V12你看 哎呦 啊 我好帥啊 在这里 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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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SHIT 同樣的照片 同樣的照片 太爽了! 也太值得了吧! 看,Tesaroza很散開耶 你看這些燈 哇靠,這改爆閃是不是?好帥喔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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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鎖排 畫面一轉我們直接回到東京了 我們剛剛從車站出來之後 大家都超累的 所以大家各自回家 然後我想說做個結尾 自己就到這邊 我第一次這樣在大阪參加這種大阪特別活動 我就被震撼到了 我聽說今天出來的很多車 尤其J50在路上開 這些全部都是那種平常不會發生的事情 連在N軸跟喜昂 都是我們從來沒看過的大阪車 如果之後大阪還有類似的車具 我應該還是會再去 因為這太扯了 我覺得大阪跟東京玩車的風氣差太多了 大阪比較開放 你看大陸比較願意踩什麼的 所以我還蠻喜歡 喜歡去這邊車具 如果各位喜歡 也可以在這邊點個讚 留言跟我們講 那如果支持我們還訂閱下去 再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要回家睡覺 其實我有點感冒 就是好重感冒 霸告對你害的 霸告成給我 掰掰 欸野生光光 靠妹第一次錄到 哇靠 路中間上車 很有想法 欸 他忘記這可以自己關門了 啊 他還是 他不會用 綠燈了 有了關起來了 哈哈 哈哈